君达集团和农委会合作培育出来的格雅基已经有6年时间了 坚持是以香草植物饲养 早晚补充蔬菜、水果、增加肌肉结石 同时也开放游客参观体验格雅基农场 让消费者看得到农场以高成本、高品质和大家分享 以茶树和香草环境生长的格雅基农场 君达集团董事长迎春秋带领着游客来这里参观 来说明坚持以香草植物饲养高成本、高品质的格雅基 它除了全部要以我们所谓的香草饲料来作为它们 取代抗生素不打荷尔蒙 可是在这个同时里面它根本更需要 因为我们的肉质要低油 而且鸡肉要非常茹汁 而且不能有会柴的一个问题 所以它需要的营养成分更多 所以我们给它很多的这些补充的营养 从我们的蔬菜、从我们的这个水果 所以我们每天大概早上一次、下午一次 我们所谓下午是下午茶 给它们吃青菜水果 让这个鸡肉的肉质更汁 而且它完全不会柴 这个是当然这也是一个高成本 当然对一个品质高的一个格雅基来说 这是我们所坚持的品质 格雅基也开发出低基金 也让游客了解除了使用之外 同时也体验所有饰养的过程 让它是相当的惊艳 因为我女儿有流鼻血的一个状况 然后就都喝这边的低基金 那她很喜欢喝 因为那个味道有一点甘甜 跟一般的不太一样 所以我就想说来看一下 这个低基金的鸡成长的环境 是怎么样这样子 对 我蛮意外的 因为我本来以为养鸡场会有臭味 就没有想到这边的鸡是没有那个臭味 让人家很难接受 我想请问董事长 这边的原因是为什么 就是 因为我们这只鸡从 就刚才看到的 鸡妈妈开始下蛋 一直到它成长的过程 都是吃香草 因为香草本身它就是粗臭 所以它鸡份也不会臭 所以我们的环境很重要的是 它从生下来 从鸡蛋从现在看到的 它都在茶树的环境里面 这个是一个有机的环境 所以整个有机的环境 加上我们的管理 再加上我们给吃的饲料 所以它是不会臭的 鸡客表示 这次来到这里看到格亚鸡的用心经营 对军达集团董事长隐存 除了坚持 则是大大的赞许 从鸡的第一代到第二代 到现在我们喝到的鸡精 嘎鸡的鸡精 非常的用心 而且这里整片环境 都是有机的这个土地 这其实在台湾 是非常不容易的一件事情 所以我觉得 这真是一个非常非常棒的地方 来到这里 其实在都市里面 像我们的小朋友 很少能接触到这样的环境 虽然学校有时候 会有一些所谓的校外教学 去参观 但是人到这么天然的环境 然后带小朋友来这边 做直接的体验 我觉得对小朋友来讲 真是非常难得的一个经验 既然居然总事长隐存作表示 格亚鸡命名是以大地字母为理念 以天然健康养生的概念 要把高品质的格亚鸡介绍给大家 也希望把最好的理念 以及好的食材一起来分享 记得请继续节目到 谢谢大家